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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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們剛才開玩笑說 今天廠商的很多的講者 都代表的是光明的力量 只有我們在金融業搞錢的人 就是原力的黑暗面 今天就講一些比較黑暗的事情 實際上並不是 其實我一直覺得說 金融者的行業 它實際上 就是如果我們去看金融者的字 Finance的字的原意 它實際上是拉丁文裡面叫做Phinis 就是你如果看它很多電影裡面叫Phinis 它實際上是目的地的意思 它是一個達到目的的手段 所以我們並不是要把它當成是一個 好像說是一個 目的跟手段之間混淆了以後 就會像現在華爾街這種狀況 就是大家都是在自己自肥 然後不是在做正確的事情 那剛剛也是文化大哥介紹的就是說 我實際上現在來金融業服務 那這邊可以看到 這個不會多 好 今天我想談的問題是什麼呢 我想談的就是說 剛剛他談到說跟創業或者跟就業有關係的時候 我們在外面做了那麼多年的一些事情 我們覺得有時候 不管是做投資也好 或是被投資也好 做員工也好 或是做要創業的老闆也好 它有一些特別的特質 它有一些特別的一些技巧 我就把它關納成一個叫做 Your Bag of Trips 然後呢 這個 Bag of Trips 我等一下會慢慢跟各位講說 大概是哪些東西 那很多東西是我在過去這麼幾年之中 我累積下來的一些實際的經驗 告訴我的一些原理原則吧 那這邊可以看到一些 就是我以前從事過的一些行業 那我現在在幫開發在香港 我們做的東西呢 實際上是槓桿收購 這個實際上是 聽起來很技術性啦 實際上就等於是借錢給別人去買公司 然後他在想辦法透過 買下來的公司的資產去增持 這是一種在金融業裡面的一種賺錢的方法 或者說創造價值的方法 那在那之前呢 我是在紐約的一家新創的基金公司 就是那個基金公司本身是做的是很傳統的 價值投資的這樣子的一個投資策略 可是它的公司本身是一個新創公司 我加入的時候呢 他們管20億美金 我離開的時候 差不多五年的時間 他們成長到200億美金 那在那個過程當中呢 因為我運氣也不錯 然後當初是教授推薦的 就去做 然後一開始是把他們研究一些 怎麼樣透過一些 數理模型去篩選一些 全世界值得投資的股票 後來就因為一些因緣機會 我們就真的去跟另外一位 比較資深的同事呢 就接管了一個基金 然後在那個基金裡面 我們就真的實際去操盤 那我是負責去看 整個亞洲的市場 所以有累積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經驗 那這裡面呢有很多 我以前有看過的公司 有投過的公司 那這邊有一個阿里巴巴 這個不是我們投的 所以我們只是在開發的過程當中 我們在開發香港的時候呢 曾經當過他們的載助 那這個細節可以後面再另外再跟大家分享 那這麼多的一些角色 其實我比較自豪的一個角色 應該是 我有當一個小小的專欄作家 那這個是在《風傳媒》 大家台灣可以看得到的上面 我寫一些 我把它叫做有點像是 金融科普 就是我想在推廣一些 我覺得是我們在金融業 待了那麼多年以後 我們看到的一些現象 或是一些我們覺得很稀微長的觀念 可是一般人可能沒有那麼懂的 我覺得可以用一些小故事實戰 然後跟大家分享 甚至是可能有機會可以重重獲利吧 在下面 那我們現在看到說 為什麼我談說 Career of Investing 就是我選擇做這個行業 我選擇以投資作為我的一個事業 這個有很多很多的前面的一些思路 但是如果我們要歸納 我們要先想說 所謂的investing到底是在幹嘛 投資的時候我們是在想 就是一個行業 不管是一個工作或是一個公司 它實際上就是在探討說 它到底商業模式是什麼 商業模式 就是它用什麼樣的方法去兜了資源 然後創造價值以後 創造出現金流 那我們在 在這有很多是商館學校學系畢業的 大家學過說 實際上一個項目或是一個企業的價值 就是來自於它的現金流的一個折現的價值 那麼金融業好玩就好玩在於說 不管我們去講它怎麼樣去創造現金 它怎麼樣去用它的現金 去做一些創造價值的事情呢 我們處理的都是不確定的東西 你的現金流又會多少 你怎麼樣用什麼樣的利率去折算它的價值 以及你在什麼樣的有限的資訊之下去做決定 都是不確定的 所以這個是它最有趣的地方 所以因為是這樣子的情況 我們做這個行業 我們需要有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你絕對不可以只是看錢 你要有一個很基本的一個 就是你要對這個世界要充滿一個好奇心 然後你要真的真的就是覺得說 我在看事情的時候 我不能抱有一個太既定的想法 我們要去找尋去學習 然後更重要的是你要懂得去承擔風險 因為你如果不去這樣做 不去嘗試的話 你實際上很容易就會迷失在很多一些 聽起來很有道理 實際上就是似是而非的 這樣子的一個混亂的狀況之中 然後再來就是做這個行業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點就是 你要有一個我們叫做 owner operator owner operator mentality 就是說 如果你自己的錢 不管是你投你自己的錢 還是你投你的客戶的錢 或是你在幫別人工作 不管這個公司是你自己的還是別人的 你們把它當成你自己的事情來看 你當成你自己的事情來看的時候 你做決定的方法就不太一樣 你能不能設身處地的為別人 也就是為你自己作想 然後再來我這邊特別提了一個想法是說 很多時候我們做投資都是在做分析 做研究做一些各式各樣的研討 我總覺得說很多時候我們像是一個 更盈利心態的一個新聞記者 但是我們卻必須要受到一些 道德價值觀的一些束縛 因為金融本身是amoral 就是它本身並沒有任何價值判斷 但是是我們這些人 還有我們的社會的文化的價值判斷影響到 我們會讓這些資本 這些無形沒有面貌的資本 怎麼樣去被運用到社會上面去創造價值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下面這邊我只是很簡單講說 我們說了investing in your career 我們剛剛講的是career of investing 你做投資的這個行業是怎麼回事 那麼你要怎麼樣去投資到你自己的事業 不管你是做什麼樣的事業 那一個很偉大的一個經濟學家叫做Erin Fisher 他曾經提過一個很偉大的創建 叫做income就是你的收入 income is a series of events 就是它是一個一連串的事件 你的career是一樣的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在醫生當中 我們會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事件 你怎麼樣透過很多很多的方法 怎麼樣去讓你自己在一個對的環境 然後在對的事件當中去找到一些 對你自己有利的發展的方向 或者就是說創造一個讓自己能夠去接觸到 這些有利的事件的這樣子的環境 例如像比方說很多一些新創的accelerator 或是去個對的市場 或是加入一個對的公司在你的某個階段 讓你有這樣子的機會 這個就是我覺得是一個investing in career 裡面的很關鍵的一個基本的思維 好那接下來呢我想這邊講的就是 回到剛剛我說的一個back of trips的東西 就是到底我們今天我們自己在實戰裡面看說 需要哪些怎麼樣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trips是什麼呢 我歸納說大概幾點 五個點 第一個點就是 我希望我們能夠看到一個大的方向 然後你要能夠有想像力 然後再來呢就是我覺得我們需要 有一個很基本的一個認識 就是說你要看到說市場上面 可能有些奇怪怪的狀況 你要能夠去感知到這些不合理的現象 然後你要能夠去勇於行動 再來就是呢你要能夠選擇對的行業 然後你要有一個對的品位 然後再來就是你要對很注意你的 我們這邊講的交易條件 實際上呢就是它是說你付出的 承擔的風險你要得到相應的代價 最後一個就是我覺得你要有個歷史感 什麼意思呢 我們這邊談這下面真的是我寫的一些專欄 就是如果今天大家想 如果今天我們這個世界如果連歐元都可能崩潰的話 那麼你要怎麼辦 這個聽起來好像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小說的情節 可是實際上它是真的可能發生的狀況 那麼在我們處理金融市場 或是處理任何行業之中 這麼順行萬變的世界當中 你要怎麼樣去面對這些事情 很多時候你要敢去想 你想了呢因為我們不可能預測未來 可是你想到了一些事情以後呢 你可能雖然你不能預測 可是因為你敢去想你敢去做準備 所以你就可能可以在某些事件發生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有所反應 那麼這個反應可能就會因此 就是對你的事業造成一個很根本性的影響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你這邊要去看到一個不一樣的 Pattern Anomaly 比如說我這邊提出來一個很好笑的點 就是有沒有可能在地上 真的有一張一百塊的鈔票沒有人去撿 其實這個東西有時候呢 我們在市場上面看到很多狀況呢 很多都是有一些有心人士在後面 希望能夠透過某一些 可能不見得是百分之百準確的訊息 在影響你的判斷 那麼這種事情呢 就是你必要能夠有一個自己的 能夠洞察它背後邏輯的一種基本的思維訓練 這個東西呢是需要長年累積的 但是基本上是一系列的過程 就是能不能看得出來 如果什麼事情該發生 卻沒有發生的時候 那麼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比說我在這邊舉出來 這是另外一篇 我寫的就是說 很多人現在講反核 可是問有人說 好像核電廠要才重新啟動 那麼現在是不是一個要投資 右礦公司的時候 那麼這只是一個例子 很多時候我們在很多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行業裡面 也會有很多類似這樣子的 該發生卻沒有發生的現象 那麼這些現象可能就是您的機會 不管是創業或者是找工作 都是一樣的 那再來這邊就是回到來 假設你真的選擇 就是真的去看到了你的意象以後 你要行動的時候 那麼你得要選擇一個對的行業 而且你要有一個對的品位 怎麼講呢 很多時候行業 對的人在做錯的事情沒有用 錯的行業有對的人在做的事情 可能也是事倍功半 那麼對的人在做對的事情 可是如果時機不對 可能也沒有用 那這個事情真的是只能透過經驗 還有一個事物的過程 我們才能夠摸索出來 到底什麼時候 可能是一個比較對的時機 但當然很多時候是 這個都是很多不確定的情況 所以呢 你自己要能夠對自己的判斷 要有一個基本的定見 並不只是說 OK 有些投資人 或是有一些很厲害的一些 所謂的大師們 他可能跟你說 我們現在在佈局某個行業 可是他也許他並不是 真的是那樣子想 他可能只是因為 他在為了另外的一個 他在做的一個策略 在做掩護 也有可能他只是覺得 這個是現在很流行的事情 所以他根本要去表達一下他的意見 可是也許呢 他並沒有真的 Put their money where their mouth is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要能夠看穿的一個假象 那一旦有了這樣子的能力了以後 我們再來談的就是 你如果承擔了風險 你必須要有一個相應的一個代價 那為什麼我說這邊叫做 所謂叫deal structure 就是交易的結構 實際上就是所謂的說 我們在很多不同的環境裡面 不管是工作也好 或者創業也好 事實上呢 它都是一些透過合約的安排 去化解不同的爭議 或者是去找出一個求同存異的方法 去創造價值 那麼這個時候就是 當你有這樣子的能力去分辨的時候呢 你才能真的知道說 我的每一個選擇 我究竟應該怎麼樣去 確保我的權利以外 也是為他人著想去共同的創造更多的利益 這是另外一個我覺得很關鍵的一個trips 那麼最後就是我想提到就是 我們要有一個sense of history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人性實際上在這麼漫長的過程當中的演化的時間 其實上是比大家想像中的要慢的 雖然科技進步很快 可是人性的變化是很慢的 所以當我們看到很多人 在不管在生意上面 在生活上面常常會犯很多錯誤 很多錯誤可能是過去發生過的 我們若有這麼一點歷史感 我們去看過去的事情 以始為見 面向未來去處理很多問題 也許我們可以避免很多災難 就像這邊我提了一個 黑格爾講過的話 他說很多時候歷史上面很多有名的人物 第一次發生的時候是悲劇 第二次發生的時候是鬧劇 我們在投資上面 還有在創業上面 我們看過了無數次這樣子的問題 我相信說大家如果有心 把這個當成一個 是一個我們自己的bag of tricks的話 也許我們在未來的路上 會夠得更遙遠一點 再來我就講到說 How to take a shot your muscle 因為我們講了那麼多原理 然後那麼多的你要有的技巧 話比說我們打籃球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打籃球 打籃球的時候呢 講到底 你練了一大堆 你不上場 你不投籃 你就永遠都不可能得分 你投籃不一定投得近 但是你如果不投籃 你可得分的幾率肯定是零 我這邊想要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這位老先生 很吃香喝愛老先生 是以前我們紐約那個基因公司的創辦人 他在這個行業待了四十年 然後每天還是三十點鐘 凌晨三十點鐘起床 就在很認真的在看市場 然後想我應該怎麼做投資 我到底要怎麼樣 讓我的公司到下一步 那有一天晚上呢 他就我在紐約加班的時候 剛好他也在辦公室加班 然後我就去問他 我說 我說Bill 你那麼多年經驗 你怎麼樣去在這種未知的投資環境裡面去 相信你自己 或說更有把握的去做判斷 他就說 其實我不知道 我做了四十年我不知道 他說為什麼呢 我說我給你講的例子 他覺得我們這個做投資的這個生意 或者像一般任何在商業市場上面 就像是美式足球一樣 一般的老百姓 他可能站在一馬線上面 我們這些專業的投資人 可能是站在兩馬線 巴菲特呢 很厲害 古神 他可能站在三馬線上面 即便是巴菲特 比一般人強三倍 他的前面要達正的話呢 還有九十七馬 未知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領域 我們很多事情 甚至說我們連 不知道什麼事情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在這種環境下 我們能追求的只是一個成功率 我們很虛心地去努力地學習 然後分析 Do older work 最後我們還是可能會常常犯錯 我們必須要接受這個現實 然後還是努力地往前走 因為最後我們只需要的就是 我們只要對六十Percent就可以了 你如果對六十Percent 輸四十Percent And the end 到後來你還是真的 這樣就OK了 他就是這樣子一個態度 我覺得這種態度 是一個很健康的態度 也是一個很務實的態度 那最後真的就是我們要接受失敗 然後不斷地嘗試 因為這邊我很喜歡打籃球 Michael Jordan 球神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這一個很有名的廣告 他講說 我那麼多年打下來 我曾經有九千多球沒有 就是好幾球都沒有投進 好多的那個比賽 最後一分鐘我是來負責主投 可是我沒有投進 那麼我一載的一二載的失敗 所以最後我可以成功 所以我相信在人生當中 這種精神 這種屢敗屢戰的精神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也就是我們自己在 投資這個領域裡面 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們一直都會犯錯 我們希望能夠努力地去 實現的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所以最後我想在 很簡單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也希望跟大家能夠 分享到說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心路歷程 真的就是不斷地嘗試 Keep trying 然後just do it 然後謝謝大家 來 謝謝你 一天 我們跟一天Q&A一下 剛才一天 大家分享了他的 Bag of Tricks 這個換成中文應該就說 你有什麼能耐吧 你有什麼招 所以你教了我們五招 五招每一招其實都很實際 第一個你教我們站在高處 看到整體的態勢 不要喝光乳豆 這個叫做Big Picture 然後你告訴我們去觀察一些 市場上的不正常的狀況 一些機會 其實就呼應了剛才Erica 在談愛瓶網的時候 她用的是痛點 你用的是Anomaly 其實同樣的意思 就是讓我們去觀察一些 還有哪一些機會 還沒有被發掘 在那邊去找機會 然後接下來你告訴我們 你又講說對的人選不對的行業 最後還是會失敗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的講者又再一次互相呼應 第四個就是說 那你的承擔風險的頻率有多少 那第五個你告訴我們 有一點歷史感 其實今天我們跨世代交流 就是創造歷史感 讓我們前輩的想法 能夠讓年輕一輩也能夠獲益 好 這是剛才一天教我們的五個tricks 五個能耐 現場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特別是對投資這方面有興趣的 你可以趁這個機會 好好跟一天來互動一下 好 來這位 你站在前面就直接上台吧 我們掌聲給他鼓勵一下好嗎 謝謝你 好 同樣的 來也讓我們認識你一下 大家好 我是去年剛從教大畢業的 的一個上班組 你在教他念什麼 資訊工程 資訊工程 好棒 那你貴姓叫什麼 我姓王 對嗎 叫王俊傅 好 俊傅 剛剛從教大畢業 來跟一天聊聊 對 然後其實自己對跨界領域學習 滿有興趣 因為現在是一個通才的時代 那其實看了一下就是簡歷 一個是奠基法律 又是金融 那其實我比較好奇是 在跨界領域的學習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什麼挫折 或是其實熱情會克服一切嗎 對 這個問題其實滿難回答的 對 因為每個人的狀況不太一樣 那跨界這件事情 我覺得與其把它想成是 我覺得學術其實沒有界 它的界象是人為分出來的 它是為了要去專業分工 為了要去讓很多不同的領域裡面的一些細分的專家 能夠在它個別領域再去不斷往前推進 才有出來這樣子的分野 事實上我覺得就是一個探索的過程 那我在過去的過程當中真的在 為什麼當初我會去跨界 很多時候只是因為 像我以前會想要去修法律 是因為我在網路上跟人家打筆帳 然後跟人家打筆帳呢 他覺得你是定義系的 不要跟我談政治跟法律問題 因為你不懂法律 那我就修個法律給你看 是這樣子的想法 那後來去了美國去跨界也是因為 因為我本來是唸Columbia的電影系博士班 因為我覺得那大概沒有救了 我一定活不下來 因為很多都是一些天才 然後以前我們台大電影系的很多同學 都是一些超無敵的天才 那我這種怎麼可能 我是靠國文英文進行電影系的嗎 不可能贏過這些人 所以我就想 就是怎麼樣去透過一個比較跨界的思維 我們從一個商業的角度 然後我們用這樣子的方式去理解 我不用什麼事情都懂 但是我至少說大概的方向我懂 然後我怎麼樣去從中找出一個機會 這是一個有點比較企業的想法 這是我當初的初衷嘛 那我覺得在這樣子一個跨界的探索過程當中 最大的挫折可能是 你會發現很多不同的人的 他的domain knowledge 就是他自己本身的本位主義 然後他自己學科的那種 人為的武斷的區隔以後 造成了他為了要去維持他的形象 而拒絕溝通的心態是最難的 你要怎麼樣去能夠跨過那個心房 打破那個心房 跨過那個共通領域 其實最關鍵的我覺得就是 你要能夠去看透那些學科的本質 你要先能知道說你要的東西是什麼 你去取你要的東西 然後不要去被那些專有名詞 或者是一些所謂的大師的風範啊 然後迷惑 其實有時候你用這種心態去看事情 反而可以看出很多他的那些問題的難度 我覺得是這樣子的想法 其實一天就是你今天給我們的第六個招數 你剛才講的五個招數 這其實是第六個 就是說你談到了看到事情的本質 剛才你的第一招數看到那個big picture 看到比較高層的這個東西 但你現在談到的本質我覺得蠻有意思 因為我們國內教育制度 高中畢業就要選個系 選資訊工程 坦白講有時候還不知道那個系到底在學些什麼 進去之後才知道 所以我們有時候的選擇 往往就是父母的期望啊 或社會的主流啊 所以其實大學的過程 甚至大學之後就業的過程 都是一個逐漸發現事物本質的過程 那發現事物本質的能力 也就成為第六個能力 不過我想要問問這位先生 你會問他這個問題 是因為你自己也在面臨著同樣的掙扎嗎 你是資訊工程的 在這社會上已經算是人見人現的科系了 你現在也有一些別的想法嗎 因為我其實對金融蠻有興趣的 對投資金融 你是對賺錢有興趣還是金融有興趣 這兩者有很大的差別 就是對分析市場的感覺 因為就比較喜歡讀書 那讀書蠻有趣的 然後就喜歡分析事情 對 可是你對資工系沒有興趣嗎 資工系是最熱門的行業 對 可是都有興趣 就是 其實因為 在抉擇 因為 在怕就是 又專精嘛 然後其實兩個都很有興趣 想要兩個都專精這樣子 對啊 這怎麼辦 想要兩個都專精 這句話本身好像有蠻大的矛盾 大家如果對很多事物有興趣怎麼辦 我覺得我把它 我先說在這位同學的問題上面好了 就是說 金融跟資訊 其實如果真的持續去思考的話 金融業其實就是一個網路業 我們現在面對的這個金融市場 像是某種型態的作業系統 我是這樣子認為的 就是它只是 它有它另外一套自己的語言邏輯 然後你要懂得怎麼樣去跟它溝通 它那套語言邏輯這邊也是一些那種 怎麼樣去調動資源的方法 跟你們在計算機裡面學的那些 比方說CPU怎麼操作啊 load啊幹嘛的這些東西編程啊 其實它是有關係的 那現在在一個很熱門的領域就是 我們叫金融互聯網嘛 就是你看到很多的是一些 怎麼樣用最新的IT方面的技術 然後去想辦法去 也不敢說是重新創造 更多時候是怎麼樣去讓 既有的金融體系的一些 不用有效率的地方能夠做得更好 或甚至是直接去挑戰 現代金融體系的權力結構 或者是它做事情的方法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領域 但它也是一個很困難的題目 那如果你對這個地方有興趣的話 那是確實有很多很多 包括免費的資源是可以讓你去探索的 但是如果今天我們再拉回來 談說你覺得一個人有很多興趣 那他到底要怎麼辦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個問題嘛 總比每天沒有不知道要幹什麼 只會在家裡面打電動要好很多嘛 但很多很多不同的興趣 我相信在台灣這個環境 實際上是很幸福的 因為其實台灣取得資訊的成本 實際上並不高 他只是很多人他因為心態 或者是注意力 沒有放在對的事情上面 就是少去注意什麼 A87的問題啊 多注意一些為什麼我們應該買幼礦啊 或者是歐元要崩潰 他要不要去買藝術品啊 這樣這種問題就比較好玩 而且這些資料都是公開免費的 那只是你不要去自我設限 你就直接去想說 反正我對自己有興趣我就去追嘛 你的那個Google 或是Whatever那些網路上的資源 都是免費的 只是需要一點 我覺得可能更需要的是一種 對自己的自信 以及不要太在乎外面的一些 好像覺得你好奇怪喔 你好窄喔 你無聊去研究 右礦幹嘛的這種事情 那我可以告訴你 研究右礦真的有機會可以賺錢 一樣的道理嘛 你是鼓勵我們不要再去管 阿帕西那些人了 趕快去研究右礦跟歐元 或者是研究哪一個軍火商的股票 不要直接買 真的可能也更有趣 真的不要理阿帕西的問題 所謂對軍事的興趣 會不要表現在阿帕西上面 因為你關心那個你賺不到錢的 你研究軍火商 最後搞不好賺到錢了 對有可能 好來我們謝謝一天 然後謝謝這位年輕的男士 就是引導我們做了一些思考 好棒 好嗎 好嗎 來吧